Hello 大家好 我是Michelle Kwok 歡迎大家來到灣仔的仁和居 我今天會介紹一下我們的院舍給大家 大家跟著我一起吧 這個就是我們院舍的一個最主要的公共空間 很多活動都會在這裡進行 包括院友出來吃飯、做運動 或者是有些社工幫他們做一些小組運動 都會在這裡進行 這裡就是我們的護士站 我們來到這間影視廳 我們有幾宗不同的活動會發生 第一個就是院友在這裡打麻將 還有院友在這裡唱卡拉OK 或者是看電影 將來就是疫情之後 家人就可以預約這間房間 幫長者去慶祝生日 這裡看到也很寬鬱 這裡也是我們做復康運動的一個最主要的空間 長者可以在這裡踩單車 或者那些物理治療師 會在這裡評估一些長者的能力 然後去制定下一步的房間的計劃 在這間房間裡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單人房 是如何的一個間隔 譬如這個就是我們單人房的設計 我們這些床都是可以升高較低的 那些風扇都是一個無葉的風扇 是一個安全的設計 那外面這些 挖著窗的就是我們所謂的大房 那這裡就是我們每一天都會提供 當天的報紙給住客去看的 那這裡的住客其實他們都挺想跟著時勢的 所以都挺有興趣的 鑒舌他們都會自己過來拿報紙看的 那這裡就有一個我們每一天的 routine 每一天大概會怎樣去安排那些時間 那這裡我們有一個我們叫茶居 那這個茶居主要就是我們會去問一下住客 你們平時喜歡吃什麼 那我們是根據他們的喜好去放一些產品在這裡 那他們都很喜歡吃一些香蕉 蛋糕仔 馬仔這些 有得買東西他又覺得很開心 然後這間房間是醫生房來的 醫生房就是中西醫 我們的中西醫都會在這間房間去治療病人的 中醫多數是中風的 那你中醫就過來幫他們去針灸按摩 西醫就一個星期我們有兩次會來看症的 那好像現在這個中素就是 那些院友已經吃完飯了 吃完中午的那頓飯 那有些就回了房間休息了 有些他可能覺得 我都不是那麼想繼續看電視 都沒有問題的 所以有些都還在這裡看電視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看這間房間 這間房間是比較特別的 這間房間是我們在這裡和長者去打乒乓球的 那不只是打乒乓球那麼簡單的 他們還會用一個系統 就是一個叫Pista的系統 帶著這個機器然後去打乒乓球 那我們主要這個訓練的對象 會是一些我們有認知障礙症 認知障礙症的長者的 那通過這個活動呢 打乒乓球的活動呢 去幫他們訓練他的專注 令到他更加情緒會穩定 還有更加 positive 那這個就是我們平時都 星期一、三和那些長者去打的 那些長者其實挺有趣的 初初那些長者就說 我不行的 我不行的 我好久沒打了 但是其實你鼓勵一下他 發覺他打到都不捨得停下來 他們都覺得很開心 可以重拾一些自己 小時候的一些興趣愛好 那我們這間院舍 其實我們那個工作上面 我們有三個重點的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 可以提供一個細心的照顧、護理 第二個就是我們希望 可以提供一個豐富的活動 給我們的住客 第三個就是我們 希望focus在福康方面 因為很多老人家 因為身體機能退化 行動能力都慢慢變差 我們希望在福康那裏 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總結來說 我希望那些長者 當他來到我們人和居的時候 他可以找到幾樣東西 第一 我們希望他可以找到朋友 因為很多長者在家裡 可能都是獨居的 在這裏希望他可以找到朋友 第二 希望他可以找到開心 當幾個人一起 幾個朋友一起 嘻嘻哈哈 大家就很開心了 第三 希望他可以找到健康 通過我們幫他去做一些福康的運動 他的身體機能可以慢慢慢慢恢復 從而找到健康 最後就希望他可以找到溫暖 在這裏好像一個大家庭那樣 大家互相關心大家 找到溫暖 好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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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